接著的內容其實是數學教的東西 就叫做要描述一個東西的位置 我們會建立所謂的坐標系 那這個坐標系的概念就類似各位在地理學上的精度跟緯度 要建個坐標系 他們在數學上應該了解 要建立坐標系需要一個所謂的參考點、原點、基準點 然後呢還需要一個方向 正方向跟所謂的負方向 然後呢還要指定一個長度 多少叫1多少叫2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建構出一個坐標系 當然坐標系有非常多種 國中大概你現在應該學過兩種 單位會簡單帶一下 但是理化上只會用到一種 因為我們的標題叫做直線運動 所以我們直管直線、直管直線沒有別的 好所以呢我們建立一個坐標系 有基準點、方向、單位長度就建立了坐標系 我們在數學上會學過的坐標系 因為叫做所謂的速線 叫做所謂的速線、直線、坐標系、速線 有個基準點誰是0 有一個方向誰是正方向誰是負方向 然後呢做合到1、單位長度定完了 所以基準點、原點定完 所以這隻可愛的巴黎鐵塔在哪裡 這隻可愛的巴黎鐵塔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我們請可愛大帥哥 叫做12號 好,再三個 正三,請坐下 叫做正三 這裏有個正三 這裏有個負一負二負三 我們這裡的正跟負只代表方向 跟大小無關 你不要告訴我負十比正二小 不是 正二就是正方向二 負就是負方向十 我們底話上面一樣 我們在這裡所學的正跟負都只代表什麼 方向 跟大小沒有關係 OK 注意正跟負只代表方向 跟大小無關 跟大小無關 好,那就是你們有學的所謂的平面坐標 我們學的最簡單叫做直角坐標系 兩個層直角的線 然後有一個圓點 有一個單位長 有一個單位長 然後呢 有一個方向 X方向 X方向 Y方向 這樣定出來的 所以有一個可愛的 Rabbit Edoi勒 請你用數學的方法回答我 請你用數學的方法回答我 他在哪裡 帥哥男29 29 29大帥哥 用數學的方法回答我 他在哪裡 R卡多謝卡好 請吃卡好大水餃 不會了 好,完蛋了 你的程度有那個美國學校的九年級程度 3、2 3、2嗎 2、3、3、2 還是2、3 3、2、3 3、2 請坐 答案叫做 好可惜哦 好可惜哦 答他 奧對了 OK 這就是數學上學過的作標 但是我們理化用不到 因為我們理化看標題 直線運動 所以我們自觀是什麼 直線 我們沒有平面的 平面的問題是等到高中才出現 所以 最後要表示吧 好,請問你 那這裡有一個A啊O啊 B啊O叫原點啊 所以 A叫做正五 表示右方五公尺 B要負二 表示左方兩公尺 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裡的正跟負代表什麼意思 方向 跟大小有沒有關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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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小無關 那就是方向而已 正方向跟負方向 我們後面所有算的理化的結果 正跟負都只代表方向 跟大小沒有關係 我說你不要告訴我 是負十比正二小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OK 好 各位注意 好 所以停車戰界問 如果B當原點 O是誰啊 A是誰啊 這種世界超級恐怖簡單的問題 來,侮辱各位的智商一下 O是多少啊 帥哥男,帥哥男,帥哥女 3號 3 你說啥 正 2 請說 你說O叫做正二 A勒 那A叫多少勒 A叫多少勒 這個是真的大帥哥了 大帥哥5喔 5啊 34 34號 好帥哥 好帥的大帥哥 快點 正七 請坐下 叫正七 這些理論上都是數學學的東西 那我們理化的重點是要知道位置 它在這個點 然後帶出當晚要教的什麼位移啊 之類的事情 所以理化重點是要知道什麼描述東西的位置 位置 那其實用的就是你們數學上已經 學過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